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妨给对方多一分信任 也让自己多一点自信 感情中不卑微 不讨好 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肆意洒脱 反而更能走进对方心里 二月 二月出生的你 坦率 宗慧 对待工作踏实又认真 是团队值得信赖的伙伴 然而你内心更向往舒适安稳 不愿工作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 因此你的一生都会比较平顺 没有太大起伏 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总能细腻地感知身边人的喜怒哀乐 你十分独立 遇到什么事都只想一力扛下 不愿开口麻烦别人 但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有求必应 有时宁愿自己委屈 也要成全对方 感情中的你不习惯被束缚 更向往自由 不会因为爱情 丢失自己 三月 三月出生的你 单纯善良 没有心机 总愿意用积极的一面去看待生活 朝气满满 无形中能够吸引很多人 你自带桃花 异性缘特别好 但要注意很容易遭人嫉妒 工作上你有能力 有野心 愿意不断挑战新目标 是个很好的领头人 但你性格上有些优柔寡断 面对他人的请求不知如何拒绝 生怕会伤害到别人 也因此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烦恼 在很多人眼中 你有些花心 殊不知你的内心 渴望专一的浪漫 一旦开始一段感情 你很快会交付真心 哪怕受伤 也迟迟不舍脱身 因此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 四月 四月出生的你 性格开朗 喜欢社交 很少发脾气 拥有很好的人缘 但人间悟想 你不喜欢拐弯磨脚 有一说一 绝不会当面一套背地一套 你知足于当下拥有 生活给你的磨难 你也能看得开 因此你的生活总是快乐 多余忧愁 感情中你讨厌变动 想拥有一份从一而终的感情 因此当一份不确定的感情摆在面前 你往往会选择观望一段时间 一旦确认那个人值得托付 你便会死心塌地 甘愿当他背后的小女人 五月 出生在五月的你 为人低调 含蓄 工作中你不喜欢炫耀 也不愿抢人风头 是吃苦纳劳的实干性 认证了方向便会尽力做到最好 你的社交圈不大 性格慢热 平常看似话不多 但相处久了 便会发现你沉闷的外表下 那颗炙热的心 你十分练就 更希望有一段 细水长流的感情 一旦爱上 便会从一而终 给足对方安全感 你是嫌弃良母的代表 大多数时候都在为家庭操劳 乐在其中 要当心容易宠化另一半 但只要对方感情不再纯粹 再爱 你也会理性分析后 选择离开 因此也总容易被人认为绝情 六月 六月出生的你 善良 爱笑 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有一颗难得的童心 与你相处永远也不会觉得无聊 虽然平常嘻嘻哈哈 有些孩子气 实际上你很懂分寸 也会照顾到他人的情绪 细心又体贴 你喜欢挑战 只要认转了方向 便会不管不顾地朝前走 只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感情里你从来都是爱憎分明 爱是轰轰烈烈 离开后便绝不回头 这一生你很难被世俗所累 活得肆意畅快 七月 七月出生了你 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执着尽头 懂得人情世故 却从不屈言覆试 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你也不愿与人冲突 你内心十分敏感 遇事容易钻牛角尖 受了委屈只会闷在心里 不与旁人诉说 直到把自己逼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才会允许自己哭一场 你不喜欢追名逐利 重视亲情 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上 对待感情你很少主动出击 更愿意等待对方的下一步动作 一旦接受 你会放下心房 把对方当作家人一般 全身心为对方考虑 八月 八月出生的你 内心明朗 大大咧咧 但这份纯粹 很容易被心思多的人误解 你容易满足 容易微笑 身上总散发一股正能量 无形中吸引很多人 实际上你的内心 也有自卑焦虑的一面 只是越是亲近的人 你欲视越难控制自己的小脾气 但脾气总是来得快 去得越快 你总是刀子随豆腐心 再不开心的事情 稍微哄一哄 就会雨过天晴 你向往简单纯粹的爱 相信平淡是福 如果对方有背叛和隐瞒 你也绝不会回头 九月 九月出生的你责任心很强 重承诺 我爱尽尽计较 总能给身边的人足够的信赖感 你很好说话 乐于助人 但心里又很明确的是非观 很清楚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不会让他人碰触自己的原则 感情上你是个理性的实用派 与其天天把爱挂在嘴边 你更愿意用做来代替说 同样的 你也不会轻易 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就沦陷 你更愿意看到对方为你做了什么 容易被对方的小细节打动 十月 十月出生的你 待人柔软谦和 你愿意把每个人都想得特别好 与人相处 没有一丝戒心 你不喜欢冒险 也不求大富大贵 更愿意和家人 过平淡安稳的生活 对待感情 你并不看重对方的物质条件 只在乎对方 是否有一颗真心 未来爱情你总是不顾一切 同样的 你希望伴侣也是如此 但因为追求尽善尽美 却总让自己心累 也正因为无底线的付出 屡屡悲伤 十一月 十一月出生的你 心思单纯 总让人有想保护的欲望 你特别愿意 在自己的外在方面下功夫 因此你气质出众 总能成为全场的焦点 你做事坚定 从小而隐瞒而上 哪怕遇到重重阻碍 你也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走出去 有时候你似乎对自己不太自信 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感情中 你很容易突然陷入到 自我矛盾和伤感之中 一边嘴硬 一边又渴望得到对方的关心和理解 十二月 十二月出生的你 天生乐观 那份阳光总能感染到身边的人 因此人缘特别不错 工作中你勤劳踏实 肯吃苦 往往能做出不俗的成绩 你对视看的通透 却更愿意装傻 得过且过 对待感情 你并不在乎另一半的物质条件 只想和包容迁就自己的人 没有隐瞒 没有欺骗的 享受一生 可每当可以靠近时 你却小心翼翼 害怕被人拒绝 如果对方也对你表示了好感 你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选择逃避 你的出生月份里 藏着你的性格和命运的一点小秘密 我把普遍情况列出来 给大家参考对照 仅供娱乐 那么你是几月出生 你的性格又中了几条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我分享 晚安 祝你好梦 好梦 谢谢大家